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防弹少年团赴 Icon 2PM 李玄宇粉丝见面会顺利结束 2月19日入伍 演员李玄宇于昨日3日 在首尔江南去某处举办了自己的韩国国内首次单独粉丝见面会 2018 与粉丝们一起度过了愉快 且珍贵的3小时 也进行了入伍前最后的问候 图中演员朴许俊 预照换惊喜登场 使得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另外李玄宇也通过此次粉丝见面会 公开了即将于2月19日通过陆军前进部队新兵教育大队入伍的消息 比克放胜利主演中国电影宇宙有爱浪漫同由确定3月上映 最近根据中美报道 比克放成员胜利主演的中国电影宇宙有爱浪漫 同由确定将于3月2日在中国上映 据悉这也是胜利担任主演的首部中国电影 以北京 香港 法国 英国等地为背景 讲述了青春们的爱情与友情故事 共同出演的还有李仙仔 郭碧亭 张亮 白丁等 另外胜利还将亲自为电影演唱OST 令人期待 防弹少年团获得美国唱片协会接唱片奖 KPOP团体最初 防弹少年团与世界著名VJ Steve Elkey 以及新锐rapper Decimer 共同合作并成为热门话题的歌曲 NIC Rock Ranks 得到了美国唱片产业协会 Raya 的金唱片认证 防弹少年团美国负责方也于4日 韩国时间 通过官方推特公开了这一消息 据悉 美国唱片产业协会是统计在美发行的各种唱片销量 及累计销量等多样唱片情报的机构 销量突破50万张以上的唱片将会授予金唱片奖 最近确定了相关数据以及阴人下载 流媒体 RLTube等多领域数据后 防弹少年团也确定受到美国唱片协会金唱片奖的认定 成为KPOP团体中的最初记录所有者 也再次证明了他们在全球范围的火爆人气 Icon第十一日音源榜一位进行中Log Scenario书写的新历史 截至至韩国时间4日上午8时 Icon正归新专主打取Log Scenario 音源公开第十一日继续包揽了 Mom Nips Olly Music Jimmy Bugs Sorry Barter 等六大音源榜实时一位 以独特的感性及中毒性的温暖旋律 受到大众的喜爱 RPM与入众成员则演一起带来完整体舞台 组合RPM入众成员预则演将与其他成员们一起登上舞台 举行RPM将通过于19日在江源道品昌Olympic Plaza Meadall Plaza举办的品昌冬季奥运会Hia Bliner 首公演带来六人完整体舞台 另外此次也是成员则演入午后的首次RPM完整体公开行程 引发粉丝们的期待 阅钱 落射纪 Lilal